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很般配 尤其是SIMO弟弟的性格 不太会说话 但是会默默地做好一切 这种性格是日久深情的类型 麦拉迪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并没有太注意到SIMO 也是SIMO不停地在慢慢做 做了多了之后 才慢慢地感动了麦拉迪 SIMO在第一次跟麦拉迪的 Made Date中就说了 他始终认为行动大于嘴巴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可CP科久了 也渐渐了解到麦拉迪是自己创意的 自己一毕业就来到深圳实习 后来不经意间做了时尚美妆博主 自媒体活起来 才慢慢地开始有了资源 通过努力积攒资源走到今天这步 女三号麦拉迪 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节目的 这点可能让大家觉得很好奇 几位嘉宾们的背景 在节目中 也多多少少通过聊天透露过的 像麦拉迪这样 凭借自己一点一滴积攒起来 在25岁就能够在深圳开一家公司 目前公司已经有70个员工 橙子也问过麦拉迪 怎么会有人这么小就可以当老板呢 麦拉迪说了 可能就是运气好 然后说了自己公司 现在运行得挺好的了 看麦拉迪说自己的经历 她也曾经想要出国留学 但是当时没有钱 于是做了很多兼职 还是不够 她曾经也是很难的 但能走到今天 真的特别优秀 于是就有很多质疑 C母是不是配不上麦拉迪的 毕竟真的又好看 又又身材 还这么优秀 这可能真的是误会斯曼了 C母弟弟在节目中 大概是太低调了 不过我们还是能够通过 C母说起的一些经历 看出来她家境不一般 首先在学历工作背景上 节目中给出她曾经 有两段学习经历 一个是中山大学 一个是南加州大学 应该是在中山大学读的本科 再去南州家读的硕士 在说起C母的 求学经历的时候 马博赛说了句 跟我是校友 我也是加拿州大学的 南加州大学 传媒管理学院 马博赛的背景 就不用多说了 能够跟马博赛上同一所院校的家室 想必不会太差 毕竟出国留学 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而且C母也说过 自己之前一直都是在国外的 20年才回到国内 跟麦勒迪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C母问麦勒迪 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 麦勒迪说了雪山 C母就说自己去年 还被困在暴风雨中 差点没了 提提这段经历的时候 C母就说当时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所以跟朋友一起去爬雪山 并且C母还有一张眼前十上八沙总编辑 苏芒的合影 看着背景是轻声的 大概是苏芒生日会 C母参加 或者相互认识的朋友 一起来到某个人的生日会 C母硕士是学的传媒管理 多少跟媒体也有点关系 寻求圈内资源能够接触的苏芒 也是很不简单的 毕竟一芒可是等于650元的 这一季的心动的信号 真的是满满的细节 在看到麦勒迪个人介绍的时候 她的办公室书架上 就有一本时尚八沙的杂志 做时尚博主 办公室有时尚八沙杂志并不奇怪 关键是给了这本杂志特写 反而把麦勒迪给虚化了 猜测麦勒迪可能也会认识苏芒 或者说至少是苏芒的粉丝 这样分析下来至少方程氏这一对CP是确定了 到大结局这两个应该能牵手成功 Zemo还在节目中透露过自己以前学过机械舞 一看她的穿着就是有一点嘻哈街舞的风格 男二应该是家境不凡 学历也很高 见过非常多的世面 但是很低调 不爱张扬 主张行动派的男孩子 这样一看呢 麦勒迪和Zemo可以说是军事力敌 两个人都非常的优秀 只是初期碍于都稍显内向 不擅长表达 才没有进行大过于深入的交流 目前来看呢 只要Zemo足够用心 功夫一定不负苦心人 能够走上节目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竟然在这一层筛选的过程 让他们彼此欲见 那么只要双方都非常优秀 就已经能够相互配得上对方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久久爱意乐 敬请关注哦